苹果设计首席加盟 Love From 与 OpenAI 打造 AI 硬件 Apple Watch 恢复销售 据报道,苹果首席设计师 Tan Tan 离职 加盟 Johnny Ive 的公司 Love From 加盟后, Tan 将领导一项由 OpenAI 的 Sam Altman 支持的全新 AI 项目 专注于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 设备设计仍处于早期概念阶段 一项应用于家庭场景 虽然有重要成员离职 但 OpenAI, Love From 和苹果三方均未正式对此发表评论 Tan 离职早有苗头 但他的下家,直到现在,才正式曝光 由 Johnny Ive 创立的 Love From 吸引了多名前苹果设计师的加盟 总计已超过 20 位 Otman 将参与 AI 硬件设计 包括与 AI 沟通 这与他近期的努力不谋而合 之前,他曾因筹款活动被 OpenAI 解雇 而后又重返 另一方面,由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进口禁令 Apple Watch Series 9 和 Ultra 2 在短暂停售后又重返美国商店 美国上诉法院暂缓了禁售禁令 允许苹果销售到 1 月份 但暂缓时长是法院最终裁决而定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 1 月 10 日前提出重启禁令 上诉法院将在 1 月 15 日后做出最终裁决 暂缓禁令不仅让苹果可以开启重售 还让苹果有时间为第三方零售商做好禁令重启的准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